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香港餐饮联业协会的会长 王家黄太平紳士来到我们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财哥话非为》 今天这个主题是《港式奶茶记艺》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讲讲《港式奶茶记艺》 这件事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纵观香港的非为项目里面 用《港式》开始基本上是绝无仅有的 唯一 而且我们亦是2017年入了20项香港的 比较重要的非为项目里面 我知道2014年王卿经过很大的努力 身为成功 即是香港非为的项目入了 2017年入了20项其中一项 叫做《港式奶茶记艺》 这个记艺的背景和历史 我们都很希望嘉获兄里面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吗 多谢陈兄今天邀请我 讲一讲有关《港式奶茶》这一方面 以及为什么可以成为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个也是追索首先《港式奶茶》的一个起源 其实如果根据《民政局》的一些文献 其实《港式奶茶》已经超过100年的历史了 正式来讲在30年代 因为越来越多 从海外来的一些特别是京商的 英国人来到香港来到重商 后期逐步逐步多了很多内地的移民来香港 而当时来讲的话 你可以想象中一个这么长远的年代 其实在经济的发展那里 当时香港是一个窮乡僻壤来的 只是一个渔村 但是逐步逐步可以变成到现在 经济发展 没错 这个就是经济发展 当时来讲的话 冲奶茶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饮用奶茶的 现在我们所饮的英式奶茶的话 其实也是由英国人当年 由英国那边 因为其实英国没有茶叶出产的 但是它也是用印度的茶叶 而带了这个冲茶的文化 但是转转接着 由于香港人那种创意的精神 以及一些经济背后的因素 以发展到 而创造到有港式奶茶出现 这个特别在50年代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回香港有很多大排档的出现 在街边 我都喝过了 小朋友时 是的 那些茶叶 这些其实不是正式是一个店铺来的 只是一个茶叶 街边的店铺 但是后期就开始有些冰室的出现 冰室已经正式登堂入屋了 也可以看到早期的冰室 其实也是环绕在中环中西区的 就是茶餐厅的前身 没错 茶餐厅的前身 我们所谓冰室的话 其实是一些很简单的食物 也是提供一个比较舒适的地方 就不是说我们经常说蹲大排档 蹲大排档 那时候我和你们差不多一年多 我们真的是大排档的话 有一张墙的 那张椅 然后再坐在这个椅子里 很多时候坐在椅子里 一个不小心就打个关斗 跌到地下都有的 那这些情况就已经改善了 而由大排档 而进阶到冰室的话 其实也都可以看到 香港的经济已经逐步发展的 而港式奶茶为什么会在冰室 可以这样发展出来呢 特别是在中上环的地区 目前仍然有一间冰室在50年代 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都仍然存在 当年这间冰室也是我父亲去建立出来的 到现在仍然有的 也都可以看到 那个港式奶茶的起源 其实就在中上环的地方 当年来说 因为我家族也是做茶叶 咖啡的生意 当年来说 其实有很多一些 从东南亚来的一些茶叶 甚至咖啡 茶叶其实从港西来多 那时候还没有住 纯粹都是港西的茶叶 红茶 咖啡是由东南亚来的 所谓南洋 经过了一段期间 冰室 其实也是再进阶到茶餐厅 也有后期的快餐店之类 一直发展出来 而一间冰室里面 甚至以再早一点大排档的话 其实那杯奶茶是很重要的 一杯奶茶就代表了香港的一个精神 一个我们那种当年来说的 大家的一个核心价值 如果你说去到一间冰室里面 很多时你和伙计都大家有说有笑 大家去问候大家之类 又去看报纸 又去刨马经 这些情况就是当年我们所看到的景象 而后期当然除了经济的发展 其实有其他的茶餐厅 法餐店 一些新型的餐厅去成立的话 其实在那个文化的转变 可以很明显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反映到香港的饮食文化的发展 没错 但我想提一点就是冰室 刚才我也有提及到 在那个我经常所说的核心价值 也可以体现到当时的人 是互相互爱互助的精神在那里 相反来说现在你去一间快餐店 你不是去叫港式奶茶也好 都是自己坐在那个位置 你不会跟隔壁 你没有交流交通 这个也是一个文化的转变 港式文化的一部分 是的 但是这个也可以看回 这么多十年来的转变的话 我们怎样去承传 这个餐饮的文化 这个是一个独有的餐饮文化 因为冲一杯奶茶 其实不简单的一个冲法 一个特有的冲法 除了师傅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配套 你用什么的茶叶 用什么的奶 水温 冲茶的时候的水温 用什么器具 很多时候有人误解说 丝蜜奶茶 用那些女士的奶茶 其实不是的 很多人当时都说 丝蜜奶茶 丝蜜奶茶也是因为 我们是用一些布袋 其实不是丝蜜 不是丝蜜 是棉布或者麻布 白色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误解 因为茶叶是会退色的 如果是用热水冲撞了之后 其实那个颜色就会染在布袋里 看起来就像女性的丝蜜 纯粹也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我们 特别在2009年的时候 亦都是因为 贸易发展局 香港的贸易发展局 亦都是想推广茶的文化 当年也是找了我 亦都是给他们意见 怎样去推广茶的文化呢 我特别提出一样就是 一定要推广港式奶茶 因为这个是一个 香港的传统的 餐饮的文化 非常独特的 非常独特的 所以也设计了 由2009年开始 就有金茶王的 港式奶茶的比赛了 也都是将这个比赛 再发扬光大去到世界各地去比赛 去到北美洲 去到澳洲 在内地很多城市 我们都做过比赛 连续到今年第十三年 除了去年疫情 不可以实体去比赛 我们在网上做了比赛 但是这么多年来 都做就了 和训练了不少的 沖茶的师傅级的人马 很多师傅都是你的徒弟 不敢说是我的徒弟 因为我纯粹是建造一个平台 亦都是因为每次的比赛 我们非常严格地去做这个比赛 从茶的标准 怎样为之一杯好的港式奶茶 怎样去冲泡 我们都订立了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都是贵会订的 还是你自己订的 还是在业界订的 怎样订的标准 这个标准我们是通过了 很多不同师傅的参考 因为每个师傅都有他沖茶的手法 独特的秘方 亦都有他拼茶的时候 亦都有他独特的秘方 很多时候一些师傅 他不会把秘方传扬出去 但是通过了我们这个港式奶茶的大赛之后 其实大家都可以感觉到 其实我们应该要发扬 港式奶茶这个技艺 以及将这个文化成全 不单止是香港 我们亦都要推广到其他的市场 包括内地的市场 海外的市场等等 所以在这里 我在2009年之后 就开始申请港式奶茶 作为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申请 对 非为了 在2014年 经过了几年之后 就最终申请了作为代表香港 一成年为再升到20个 我们现在的 当年来说 其实香港政府是会 因为全个非为的目录 有四百多个 那怎样可以选择一些项目出来 真是代表香港的非为呢 其中很荣幸就是 港式奶茶被入选为20个项目之中 其中一个项目代表香港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港式又香港 对 还有这是香港特色来的 因为在很多不同的场合 我们都有尽力去推广港式奶茶 亦都派我们的 香港代表队 对 香港特别队 亦都派很多一些金茶王的师傅 或者冠军人马 世界各地巡回表演 去过很多国家很多地方 欧洲也有 美国也有 到处都有 我们的港式奶茶的身影 是呀 其实有很多地方 香港呢 将港式奶茶 列入一个多重要的 在餐饮也好 或者在一些场合 来展示到那个港式奶茶 也都代表到它 首先和香港息息相关的 亦都代表到香港的一个文化的体验 没错 特别因为一杯奶茶 就是不要看它这么简单 就是一杯奶茶 其实里面包含的一些核心的价值 一些元素 其实是很丰富的 正正认为香港是一个中西文化的 一个撞击的地方 是一个交汇的地方 这一件事也体现我们这一个特色 是吗 这个当然了 我们过往来说 香港这么多年间 亦都有很多 特别 一些外地的游客来香港 他经常去寻求一些香港特色的事物 港式奶茶 其中是一个特别的重要的项目 是受政府 或者比如说女法局 贸法局去推广的 也要推广海外 我经常都和一些朋友 或者一些同事说 最好就是每一个游客来到香港的话 第一样想就是 必喝港式奶茶 然后喝这一张 是的 是的 那说到推广 还可以有什么招数呢 譬如现在我们香港人 都很国际化 很多时候人都喜欢去旅行 那我们还有什么方法 去再进一步 去推广港式奶茶 这个技艺 这个文化呢 推广港呢 其实是有分几方面的 还有几个层面去看的 第一呢 就是在产品那方面的推动 那譬如说 奶茶那样 那其实呢 首先我们要订立一个 一个奶茶的标准 那如果每个游客来到香港 喝过一杯奶茶 如果他觉得 你不是很适合的 那已经不是那么好 那所以我们呢 定立了一个标准 来做一个宣传 第二呢 刚才也都提及到了 那我们也都是做很多一些 比赛的那方面 第三呢 我们也都是会 找我们一些 就是 团队呢 去很多地方去做路演的 那不是说单纯就是在香港 我们在内地的市场 很多的城市那样都做路演的 那甚至去到海外的市场 甚至去到印尼啊 瑞士啊 欧洲啊 欧洲啊 其他地方都去做路演的 那当然在很多传媒方面呢 那我们也都是大力去推广 那也都很多谢一些传媒呢 是很关注港式奶茶的发展 那也都是帮我们去做这方面的推动 那我知道 郭夏就是我们的 港式奶茶技艺的传誓人 那你作为这个传媒人的身份呢 你会怎样期望这个 这个港式奶茶的 怎样可以进一步更加发扬光大呢 那首先呢 港式奶茶 我们心目中呢 整个很传统的一个产品 或者一个文化那样 但是实际上呢 怎样去将这个文化 传承到去下一代呢 甚至下一代的下一代 那我们在那个比赛的话呢 其实也有一些 青年金茶王的比赛 那也是 那也是 要小心一点 因为那个热水 那我们曾经 就是有好几次呢 也都是 比如说找一些14岁以上的 14岁以上的 就是18岁以下 或者 是的 之类 那就是 我们专门是培训一班年轻人 青少年 青少年 来做这一方面的 那就是逐步逐步将这个文化 来到深入了给他们的内容 那这个也都很重要的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成全的 的途径 有佳契式 是的 是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我们是和很多一些 团体啊 组织合作 因为我们举办很多奶茶班的 那每天呢 其实都有不同的学员 不同阶层的 不同行业的人士 都来参加一些奶茶班的活动 就不是单单餐饮业的朋友 不是单单餐饮业的朋友 普通市民那样 都有 有兴趣的话 他都可以报读那个奶茶班 那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 都可以报名 欢迎 欢迎 有很多就是 譬如说那些女士 那样 我要学冲奶茶 我想冲一杯奶茶 给我先生喝的 这些很窩心 所以也都可以体现到 其实香港人对港式奶茶这个文化 其实都挺欢迎的 你可以想象中 全香港现在每天 可以提供到250万杯的奶茶 每日 好像比咖啡更多 没错 咖啡每日 平均都是七十多万杯而已 而奶茶呢 可以去到250万杯 其实这个数字 我相信都是一个纪录来的 因为香港的労动人口 都是三百多万 基本上呢 如果说到労动人口来说 七八成是喝奶茶 用一束奶茶来做一个 每一日的开始 没错 也都可以看到 全香港一万六千多间食股 其实差不多有一半的食股 都可以提供到 那个港式奶茶 包括有茶餐厅 有些茶当 有些快餐店 有些餐厅之类 甚至现在一些五星级的酒店 都已经开始加入 港式奶茶 在它的餐单里 这个呢 对我来说 我也很欣慰的 见到由2009年开始 将港式奶茶这个文化 积极地推动的话 现在呢 港式奶茶都一直去到每一个国落 亦都是受不同的人士的欢迎 这个对未来呢 推动港式奶茶这个文化 是一个积极的作用 甚至可以去到海外 东南亚 我们都会有见到 我们港式奶茶的身影 没错 曾经有一次呢 前特首梁振英 他带团去印尼 做一个访问 介绍香港 我呢 配合他的团队 也是找了 当年的一个金茶王的冠军 徐队就出发 有一晚七百个嘉宾 一晚宴会期间 最后那道菜呢 不喝咖啡 就喝港式奶茶 就是由那个金茶王的师傅 当晚就冲出来 几百杯 七百杯 哈哈哈 他临时临时去训练一班 当地的助手 也很厉害 十八杯 是的 大家都有好评 是的 很难得 今天也很感谢 王家和会长 和我们分享 港式奶茶技艺的方面 多谢大家 多谢 多谢王会长